路加福音四章八节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当拜主你的神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 官本的意识十分的强 拜官很普遍 在清朝时 朝见皇上或比自己职位高的官员时 要双期跪地而拜 现代社会虽然不需要见官下拜 但是在心理上 拜官依然普遍 此外 还有的人拜钱 为了赚钱可以牺牲一切 可以不择手段 还有的人拜各种人手所造之物 或者自然界的东西 说明人的天性中有敬拜的需要 然而 可悲的是 当人们不认识那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 大能的神时 人们就会去拜那些被造之物 但要侍奉他 这句话强调要侍奉神 侍奉的原意是做谁的奴仆 今天有的人是做守财奴 有的人是做儿女的奴隶 或是一生中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主人 然而耶稣告诉我们 单单的就是要专一的来侍奉神 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今天魔鬼透过我们里面 眼目和肉体的欲望 也借着钱财马门来试探我们 要我们做他的奴隶去侍奉他 除非我们决心要单单来侍奉神 专一的来爱神 否则我们至终会在魔鬼各种的试探诱惑下 而成为魔鬼的奴隶